Hello 大家好,今次說一下旅遊保險 快到聖誕節了,你買了旅遊保險了嗎? 買旅遊保險有幾個要點,今天值得和大家談談 旅遊保險第一個要務就是你要記得買 因為買旅遊保險是要事前買的 你不要上飛機去日本搭到沖繩 開始曬太陽曬到快曬洞的時候才買 我試過很多個基本上上飛機去到停機坪 飛機快要開了,快要關電話 就要打電話給你,學生我想買旅遊保險 我說行,沒問題,我旅遊保險應該先幫我下次 因為基本上任何一個旅客,如果他已經過關 不是入禁區,入了禁區之後再過關 出了移民局,理論上你就出了警 對不起,如果你想買旅遊保險,真的要等下一次 旅遊保險的保障範圍其實是由你買那一刻開始 你的健康就已經受到保障 如果你買那一刻,開始給了機票和酒店的訂金之後 一路去到出發前,你的身體有問題 上不了機,其實都可以理賠的 一般來說,你是出發那天,由家開始出發 一路去到機場這段時間,都是旅遊保險的保障範圍 不過這段時間就不保障了 你買了旅遊保險之後,你要記得 你要將所有的單據保留 萬一你需要捐款一刻做理賠 這些單據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當你買了全年旅遊保 你可能1月1日買了,但5月6月才去旅行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你曾經打算去旅行 所以這段時間,你每一次出發 你是應該預留,即是保留所有的房間 你保留所有的房間和酒店的單據 萬一真的去不到,或者機場封閉 或者山泥傾瀉,甚至乎最近的火山爆發 你要捐款錢的時候,不是說你訂了酒店 我訂了半島,2萬元,不是捐款這2萬元 而是當你有緊急事,要做更改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回復你自己的成本 那部分你就可以理會 每次旅遊之前,我們有一個動作很重要 就是要問香港政府 問香港政府什麼呢? 有哪個地方是有黑色外遊警示的? 黑色外遊警示對於旅遊保險來說 是有很關鍵的影響 因為旅遊保險是不會保障黑色外遊警示的地區 你會問,如果我買了機票之後 然後才忽然發覺那個地方 變成黑色外遊警示 那怎樣呢? 如果你買的時候 買那個旅遊保險和機票 沒有黑色外遊警示 這個行程是受補的 第三,經常性大家都會問一件事 就是我平時很小心謹慎 但是我一去到旅行的時候 那些手機和iPad就會很容易不見 特別是當我去到三藩市 去到蘋果店總部的時候 我特別容易不見到電話 我首先告訴你 全香港沒有多少間的旅遊保險 城堡人是會補手機的 就算有補手機 那一間都會有一個上限 現在的手機這麼貴 我覺得你不值得不見 你小心點好 最後一點就是 如果經常去旅遊 或者經常不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去旅遊的朋友 是適合買全年的旅遊保險 什麼叫全年旅遊保險呢? 就是你買一個旅遊保險 全年任何情況 什麼時候出發 什麼時候回程 去全球任何地方 除了火星和月亮之外 基本上你都是受補的 這個情況你不要以為去得遠 你才需要買一個全年旅遊保險 其實很多做生意的人 一兩天去深圳 去澳門你不會買旅遊保險 這些才危險 深圳 還有全年旅遊保險 如果你是一家四口 或者五口、六口 你很生養 有七個孩子 全部十八歲以下 都可以的 你買個全年旅遊保險 就最好了 全年旅遊保險 如果是家庭裝 只是個人 全年旅遊保險的兩倍價錢 等於兩功夫一起買 但你所有 十八歲以下的小孩 都是適合的 而他們的旅遊 他不需要跟你一起去 他自己去都可以的 所以現在最重要 就是收拾東西 去旅行 還有記得戴護照 因為不戴護照 上不到機 旅遊保險不包 旅途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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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